重大社會案件要持續來關心 是發生在桃園的警匪槍戰了 現在知道這名囂張的陽性嫌犯 被抓的時候 他的身上是穿著防彈背心 明顯是有備而來 而他自己是辯稱說 是因為他覺得警方吃案 所以才會持槍來掃射派出所 但這樣的情節 也讓不少網友聯想到 最近很夯的電影 周楚除三害 忍不住跑去開酸了 說是你電影看太多 幻想想當桃園貴靈仔媽 全身刺青衣衫不整的男子 被警方上銬帶上警車 他就是23號晚間戴著槍枝 掃射桃園警服派出所的陽性嫌犯 經過半小時激烈撥火狼狽落網 陽性嫌犯被捕後 身上竟然穿有防彈衣 只在左後被有彈灼點 但沒有造成受傷 可想而知他是由備而來 在臉書寫下滿滿仇恨言論 陽性嫌犯公稱多年前 曾被人毆打 母親到警服所報案卻不了了之 因此懷恨在心衝到派出所掃射 警費交正情節讓網友聯想到 近期火紅電影周楚除三害 很算是影劇看太多幻想當周楚嗎 這下當不成桃園貴靈仔 只能當貴靈高 嫌犯當時帶著一把衝鋒槍以及兩把手槍 但其中一支木柄握把的槍枝是來自捷克生產的歇式全自動手槍 屬於重量輕手槍形式 但本身配備有伸縮式槍托 通常作為捷克特種部隊反恐部隊使用 其實過去他就曾因槍炮案件遭待兩次 去年五月陽性嫌犯位於歸山住處被警方查獲大批空氣槍才被逮捕 他自稱是大樹林邦還有毒品妨害自由前科 因為怕被尋仇才涌槍自重 他還曾臉書貼文囂張亮出家裡槍之罩猶如小型軍火庫 嫌犯的身上所持有的槍械 我們昨天在查獲現場 發現到一把改造的長的衝鋒槍 那另外還有兩把短的改造的手槍 他所使用的槍械跟網路上面所使用的槍枝的部分並不相同 陽性嫌犯曾因為放款借貸奪此招待 如今又傳出持槍掃射派出所 警方也將持續釐清背後主因記者綜合報導